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视频 火力军就来聊聊改进版苏-57的性能如何 改进之后能不能与美国五代机相提并论 俄罗斯航空工业吃苏联老本吃了很多年了 一直没有什么新产品 特别在五代隐形战斗机领域直线下滑 被称为拍扁的苏-27也就是苏-57 中间还一直出问题 到现在还没办法批量列装 苏-57在2010年首飞 原定2019年底能正式列装 但是在试飞的过程中却问题频发 2011年和2014年 原型机两次出现发动机起火故障 勉强等到2019年 在俄罗斯军方宣布采购76架后 第一架生产型又在同年底坠毁 导致一年全白忙活 俄空天军正式迈入五代机的时间再次延后 加上俄航空工业一片混乱 眼看中美五代机不仅列装速度比自己快 而且在大批量装备后还在改进中 为了赶时间进度顺利完工 苏-57一直在使用较为成熟的AL-41F1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最大推力180千牛 装机后性能表现并不差 但在五代机4S标准中有个超音速巡航 AL-41F1发动机动力不足 暂时无法实现 所以边装备边测试产品三菱成了最佳选择 就这样磕磕绊绊 直到2021年 首架生产型才正式交付 目前俄军正式列装6架苏-57 并计划于2024年底前接收22架 2028年前接收76架苏-57 虽然说是要加快苏-57的量产速度 但现实确实无法与F35至今 已生产了超过840架的速度相比 目前俄空天军共拥有的量产星苏-57 总数不超过10架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今年1月 俄空天军仅拥有4架苏-57 其中第5和第6架量产星苏-57 在今年5月底才加入俄空天军服役 过程不顺利性能也一般 所以俄罗斯想改进4-57不是一天两天了 很早之前我们就说过要搞一个改进版4-57M 毕竟4-57实在是太拉胯了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五代机 4-57的发动机悬挂在机身下方 并且也没有采用有力于隐身的卡特尔进气道 或者DSI进气道 直接通过进气道就能看到发动机叶片 至于弹仓不好说 4-57弹仓的公开画面只有两张照片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PS或者CJ图像 除了在2018年公布的4-57 通过弹仓发射X-59MK2 新型隐身空射巡航导弹的画面外 另一张是2020年3月 俄罗斯公布4-57通过简包弹仓 发射格斗导弹的视频 证实了这个坊间流传多年的格斗弹仓传说 目前还没有看到4-57 发射远程空空弹的照片出现 大概率是苏-57在弹仓设计 或者测试上有什么难言之音 苏-57的弹仓是前后分布两个内置长弹仓的布局 符合当今五代机的弹仓设计思路 但相比于其他五代机 苏-57的内置弹仓有点小 最多只能搭载四枚空空导弹 甚至不能搭载对地导弹 如果执行多用途打击任务的话 对地导弹只能挂在外部挂点上 也许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 也知道4-57的各种缺陷 但碍于面子 还是宣布4-57的各项性能 要优于F-2和F-35 实际上 该公司也只能不得不对4-57进行改进 这也是为什么4-57还没生产几架 俄罗斯就急于推出改进版4-57 这次4-57的改进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智能化和动力系统 也就是航电系统和发动机 当然 重点还是后者 把传说多年的 将4-57发动机升级为产品30 毕竟当下4-57搭载的AL-41F-1发动机 其实仍然是AL-31F的超级进化版 性能有限 产品30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作为俄罗斯航空工业的下代产品 性能还不错 产品30推力不错 能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 实现超音速飞行 采用了三元始量推力技术 最大加力推力 说是超过18吨 超过了美制F2装备的 F119发动机的推力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在配备产品30发动机之后 可以实现1.8马赫的巡航速度 使用寿命等性能指标 也会有很大提升 甚至还包括等离子点火系统 可以进一步改善燃料的燃烧性能 只是俄罗斯有吹牛皮的习惯 全世界都知道苏-57是一架失败的五代隐身战斗机 只有俄罗斯自己不知道 或者是假装不知道 一直尬吹 说苏-57隐身性能比F22和F35强 认为未来的苏-57 没准还能成为第五代舰载战斗机 取代米格29和433 跟喝多了一样 所以在火力军看来 发动机水平顶多跟F22差不多 至于航电设备 格罗莫夫研究院应该是搞定了一套 类似于F35的PELPACE航电系统 将全机的航电架构集成到两个通用的航电机柜 机架上 可以通过板机替换和板机升级 来提高航电系统的性能 也就是格罗莫夫研究院的可拓展性的含义 当然 也有可能是无人机互联做准备 加强与无人机的联合作战能力 隐身战斗机搭载弹药的种类 数量重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实际上只能以空战为核心任务 已经不能再算作多用途战机了 除非是牺牲隐身性能 加几个外挂点 但是这就跟四代机差不多了 没什么必要 为了解决这问题 各国都盯上了无人机 也就是有人战机与无人机联动 或者说六代机的雏形 飞翼构型的隐身大尺寸无人机 可以搭载对地对海攻击武器 作为轰炸平台使用 小型侦察无人机 能搭载高精度侦察设备 前出辅助感知战场信息 其他还有反辐射 电子战 甚至替死无人机等型号 在理想情况下 以一到两架隐身战机为核心 辅助多架无人机的作战单位 将具备独自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不过无人机与隐身战机的配合难度有点高 需要双方联络的延迟 信息共享等技术 但是俄罗斯除了展示过 体量惊人的猎人无人机外 其他方面的进步并不明显 特别是航电雷达 就算是五代机苏-57也一样 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军工电子领域落后 苏-57的N036雷达 最多可以探测30个目标 并选择8个作为打击对象 这一雷达看着很先进 但却不具备其他五代机 EO-DAS系统的功能 这是一种高分辨率动态成像的功能 也是区分五代机和其他战机的技术指标之一 为弥补这个缺陷 俄罗斯就在苏-57上安装了辅助雷达 进一步削弱了苏-57的隐身性能 没办法 航电雷达不行 那就往死里研发 这次的升级 或许就是为之后联合无人机做技术验证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升级后的苏-57能不能打过F-2R 说到苏-57的战斗力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 虽然火力军说他是五代机的小弟 但是战力在整个空战环境中 其实还算可以的 俄罗斯空间军当年接受了 四架苏-57的量产型号 勉强凑成了一个大对击单位 在乌俄战场上完成了首秀 战绩还可以 在今年6月9日 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了 当天俄空天军出动了四架苏-57 打击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目标 并从弹舱内发射了 X-59MK2型巡航导弹 这是苏-57首次以编队形式参战 在10月21日 美国军事观察还说 苏-57在乌俄战争中 使用的R-37M远程空空导弹 在217公里的距离 击杀了乌军的苏-2机战斗机 不过这个说法目前只有 美国军事网站首发爆料 并没有得到坠机现场物证证实 以及俄罗斯官方的承认 加上使用R-37M在极远距离上 击落一架高机动目标 也有一点问题 所以有分析认为 苏军的苏-27 更有可能是被S-300防空导弹 或者携带R-37M导弹的米格-31 或苏-35击落的 但是不管是哪个说法 苏-57的战力 美国还是认的 跟其他的四代机比较 苏-57还是大哥大级别的 当然 把苏-57放到四代机的圈子里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它并不能算是 严格意义上的五代隐身机 它的隐身性能与F22差太多了 美国为了保证F22的身材 将两台发动机紧凑地安装在一起 这样的好处就是节省了空间 可以进一步降低 本来数值就很小的雷达反射界面 而俄罗斯的工程师 则将发动机摆放出了距离感 苏-57的两台发动机呈内巴放置 加上进气道和弹舱的设计 隐身性能类似于干净的F18大鹏风 只能说是勉强称得上是一架隐形飞机 反观虽然F22已经服役了超过20年 但在设计之初就解决了整体隐身的技术难题 整机涂抹雷达吸波材料 在机翼和机尾部分也做了特殊的隐身设计 更宽阔的弹舱设计 规避了苏-57因弹舱问题带来的隐身难题 雷达反射面积为0.0001平方米左右 而苏-57的反射界面达到了0.5平方米 两者之间相差了5000倍 甚至还不如已经退役的F117 它的雷达反射面积为0.3 偏偏五代机空战最考验的就是隐身性能 这又跟机身结构有关 如果俄罗斯不进行大的改动 苏-57隐身性能是不会有太大提升的 如果F22和苏-57战斗的话 一架F22理论上可以打爆三架苏-57 升级版的给它点面子 打爆两架没啥问题 而且等到这个苏-57全部升级后 只不定美国又研发出啥黑科技了 目前按照计划 俄空天军计划在2024年底前 接收22架苏-57 2028年前接收全部在2018年订购的76架苏-57 未来最先批次的量产型苏-57 也会逐步升级到改进型标准 但这个速度与F35 在德国、芬兰、波兰、捷克等国的扩散速度相比 还是太慢了 而且它并不能算作是一架 真正的改进型苏-57的原型机 大概率是起到的是铺路的作用 提前装机并试飞试验某些航空电子系统 武器系统等 为真正的苏-57改进型进行预先验证 之前俄罗斯军工部门的人透露过 苏-57战斗机升级到2025年才量产 安装完全升级的驾驶舱 配备最先进的航电设备 而且这个升级版只是单座型 跟搭配猎人重型无人机作战的双座型苏-57 还不属于同一个研发项目 所以霍利军认为 这次试飞更大可能就是试验机 用来验证技术行不行 至于格罗莫夫研究院提出的 苏-57型战斗机改进型的航空电子系统进行了提升 或者换用了新的产品三菱性发动机 总感觉有点虚 咱们没看到飞机的航电架构 也没有看到它的雷达设备舱 甚至连座舱都没看见 俄罗斯不公布测试飞机 那它的这个提升也就是图一乐 毕竟凭空捏造 俄罗斯挺在行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F35能打爆几架速武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操作词